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你们根本都不要去看人家的证明 你们不一定看得懂 特征执法是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这个地方送一个定理给大家 A 英称英 A的专制等于A A是英阶方正 A的专制等于A的 那么则 A正定 冲要条件 是什么呢 特征执全大于你 哦 一个色对称举证 如果正定的话 那么它的特征是各个正的 听懂 反之 如果一个色对称举证 它正在各个都是正的 怎么了 是不是 那你也是正定的 能听到吗 好了 现在我下面来讲例题 立体一 立体一 A正定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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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的立正也正定 像这一个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用定义法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用定义法你根本做不到的 像这一个怎么办呢 那 请看我的 首先验证什么 对称啊 大家 称不称得A的转制肯定是大于A的 因为你告诉我是不是A已经正定了嘛 对称没问题的 那么紧随之后我就来验证一下 你这个立正对不对 别急啊 所以你就看到我在讲现现代书的时候 知识安排非常巧妙 你们记不记得他好是在前面说过 你们笔记拿出来如果没有我负责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转制跟L是可以交换秩序的 我可讲过 我真讲过 那交换秩序呗 那就是A的转制是什么 你们 大家不要忘了A正定哦 所以结果就是A的什么 你们 这就表明是不是我还是对称的呢 对称紧接着不要着急 因为A正定啊 别着急 因为A是正定的 所以告诉我 那么大一怎么大于零 那么大二怎么大于零 一直到那么大A大于零 对不对 就特正直法嘛 你正定是不是你所有的特正直都是大于零的了 明白了没有 别着急 因为A等你 他正直 还记得吗 在军阵肯尼的时候 A跟A等你他正相那样相同 他正直不同 但是有没有换算关系 有啊 这倒数关系是不是 是那么大一分之一 大不大于零 大于零 那么大二分之一 大于零 那么大一分之一 大于零 他叫做正数的倒数还是正数吗 你有没有发现A等你是个对称举者 他的特正直各个都是正的 从另外一个表面来看 是不是A等你也正定啊 A等你正定 大家说这就是特正直法 不要着急 第二个例题 A A乘A 正定 请你证明 一加上A的行列四 大于一 都做 是不是原理掌握了 有个使劲的用啊 所以你看到我这个处的 原理好得一塌糊涂啊 你现在告诉我 行列四是不是 等于特正直相成啊 是不是这个地方 实际上你告诉我 已经正定了是不是 肯定是特正直 特正相成这个温度上 那你说行列四立马是不是 就联想到特正直相成 别急 因为A正定啊 所以 那么大一怎么 大于零 那么大二怎么 大于零 那么大A怎么 大于零 什么人格 人格吗 都必须的嘛 都必须的嘛 正定是特正直全正啊 又因为 A 1加A特正直 就是A的特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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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然加1 这个学过没有 是A加那么大1 A加那么大2 A加那么大A 明白 哎呦 哎呦 我把你的特正直 我把你的特正直都找到了 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 行列四就有了 所以 A加A的行列四 是不是应该 等于你所有的特正直 相乘 结果 我就是A加那么大1 一直到A加那么大A 你们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什么 我的所有的特正直 都是大于零的 那就表明你所有的 口号都是大于零的 那不就结了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别着急 现在我再讲一个 现在我告诉你 A三乘三 A对称 A是一个三阶方阵 而且它对称 听到没有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告诉你 是A平方加三A等于零 若A加上K一正定 求K的范围 所以你看看我们 这些题目出的很好 大家说对称是不是 正定是必须要求的条件 大家现在来看一看 我问你 大家各种正定是有几个的 一个是定义法 大家说这个题目 用定义法不调弄 大家说一个叫特正直法 而且你们大家有没有见到这个东西呢 应该见到 大家告诉我这个是不是见到他以后就想到特正直的什么法 定义法做得很正确 是不是公司法是不可能的 关联举正法你跟谁关联呢 是不是定义法 是不是F A 好了第一步 你 AX等于那么大平凡 听懂 那么这个时候你告诉我 A平凡 加三A X 等于什么 那么大平凡 加三那么大 X 等于直 你应该这个当然也说吗 因为那是个灵阵啊 听懂没有 因为AX不是直 不是灵啊 所以大家说什么 那么大平凡加三那么大怎么 等于灵 所以告诉我那么大等于灵 或者那么大等于灵 或者那么大等于灵 复三 是不是啊 你的特正直要么是灵 要么是复三 还听懂啊 好了 那我就知道了 你的特正直两个平凡完 第二个 大家显然知道 是不是A加K1肯定对称啊 不用讲 A加K1特正值 唯一 你告诉我A加K1特正值 是不是就在A的特正值 这叫个K嘛 谁要告诉我 K那么大等于K 或者什么 那么大等于K减三 明白了没有 因为A正定 A加K1正定 是不是你告诉我这个正定的 所以你们大家知道 正定的重要条件是什么 他正值全怎么 全大于零 所以内截不成事嘛 所以大家告诉我K怎么大于零 还有呢 K减三怎么也大于零 所以最终的结果K大于三 明白吗 明白没有 大家说以上的这些方法叫什么法 叫特正值法 现在我在地方讲一个周解 A正定 一旦你一定能够退出A满子 反过来不对 所以你们告诉我A一旦镇定 告诉我A满不满之 必须的嘛 都不用说 百分之百满之 你知道为什么 A镇定特政治全什么 A镇定特政治全大于0吗 这个时候你告诉我 他的行列是是不是与特政治相乘 乘起来应该大于0 大于0所以不等于0 行列是不等于0什么字 满之 但是我告诉你满之 他只要求特政治是不是个个不是0 这里面有真的负的都可以吧 大家知道是不是反过来不一定真0 好的 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基本上来讲 一个是不怎么考 他就是考的话 说了的话考的频率第一的一塌糊涂 第一个他不怎么考 第二个他就是考的话也简单的一塌糊涂 他的名称叫顺序逐指示 所以在知识阶段呢大家都掌握一点也可以 是吧 所以这样一点你无个人都没有 我这个信念说这一次讲的话应该说知识课讲的还是很扎实的 从知识阶段来讲 知识阶段已经很好了 别急 送一个定理给大家 识识阶段来讲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证 是个N结局证 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 A的转值还等于A 因为我说过 这个证定的话 你必须要去对称 你不对称证定什么玩意儿 懂了没有 则你给我记住 A证定 冲药条件 一个局证 证定冲药条件是什么呢 是A11 大于零 都好 A11 A12 A21 A22 还有呢是大于零 都好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行列是大于零 点点点 一直到A的行列是大于零 从而要了解 有孩子说老师我没看清楚 我写给你看 A 是这么个句子 你告诉我A11什么 主上角的几节 一节 大家说这个一节叫什么 叫一节顺序主指示 大家一节指示好多啊 我特指的是这一口 这个顺序主指示 大家知道 主上角的几节 二节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主上角的二节 那么这个二节指示大于零 大家知道 这个叫二节顺序主指示 大家告诉我 这叫几节 三节 这叫三节顺序主指示 大家说 就这么切 到最后怎么了 是不是整个全切下来了 大家告诉我 这个一节 二节 三节 四节 一节 大家说 这一系列的切的指示 就叫什么指示 顺序主指示 一个诗对称举阵 他正定的话 终要了解 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顺序主指示 全部大于零安 能听到吗 听懂了没有